机械革命 今天怎么了呢 看一下今天这台机哥遇到了什么棘手的问题啊 说是迟那是款一加载系统直接难屏 连桌面都到不了 看这个代码像是显卡的问题 过一会儿它就自动重启了 重启之后呢又再次的加载系统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会再次难屏 但是没成想这次加载完系统之后 连蓝屏都没有了 直接没有任何显示 黑屏了 当时也不是黑屏 屏幕还亮着只是没有图像了而已 这种呢我们可以称之为灰屏 系统还没有时机 大小写前换还有反应 等了很久依旧是没有亮起来 此时呢我们可以趁它出毛病的时候 测一下它显卡的几个相关供电 显存供电还在 核心呢有上级挡着我测不到 当时核心供电应该是也在的 如果核心供电掉了的话 应该是直接黑屏了 机格呢这一款电脑 它显示模式有好几种 待会儿我们可以进B2时 给它重新调一下 长按开关关机 再开机按FR我们进入B2时 机格呢还算友好 它留了好几个选项 有三种 分别呢是纯极显 还有纯独显 还有双显 现在呢就是纯独显模式 如果是IGPU就是纯核显模式 我们把它切换到双显模式 来看一看效果 依旧是加载系统 看一下会不会有问题 有这几种模式挺好的 有时候可以方便我们排查问题 切换到混合模式之后 就可以进入桌面了 之前是到不了这一步的 设备管理器里面 也可以识别到3070的显卡 也没有报错 但是呢 依旧还是卡死了 非精子画面 它但凡有一点反应 也不会没有任何反应 依稀可以透过卡住的设备管理器 可以看到3070是没有报错的 这个机组啊 找我是直奔换显卡来的 其实这个电脑我刚也测了半天了 我系统都重装过 有蓝屏了 我系统都重装过了 如果把读显给禁用掉 单用核显的话 一点问题没有 流畅的很 不会卡顿 只要读显一正常启用 装上驱动 各种问题接踵而来 蓝屏 卡死 重启 重启了几次 直接系统都进不去了 OK 我们基本可以把故障 锁定在显卡这个范围 那么是显卡 显存 又或者是供电 那就需要来测一测了 靠测试结果说话 在进入这个U盘的测试软件之前 需要把安全启动给关掉 先跑一跑基础测试吧 也就是大家很熟悉的MATS 但是这个卡可以打算驱动 那MATS对它是没有效果的 可以成功pass 不会有爆错 那就只能给显存 加压超频测试了 跑不到一会儿 一码就爆错了 爆错的结果是097爆错 这个错误代码呢 我是有点害怕的 前两年矿潮的时候 咱们修显卡 碰到的这个爆错 大部分都没有修好 这个呢 是之前我从工厂里面 讨来的一份参考资料 097爆错呢 按照工厂的部分统计结果 百分之百都是GPU的问题 也就是显卡核心了 好吧 尴尬了 难怪一上来就问我换核心 看来也是做足了功课 显然它也是由备而来 这么多的错误代码 为什么偏偏是097呢 你哪怕给我个194爆错也好啊 我们修20系列的美光通病颗粒的时候 遇到的最多就是194爆错 Bed memory OK 回到笔记本这边 本来啊 我是有准备给它换核心的 但是呢 这个30系列的核心啊 说实话 涨价了 并且呢 由于前两年很多人拿笔记本306070去挖矿的 导致我们现在买的核心故障率有点高 那还是来继续测一测吧 我现在呢 是给它挨个通道测试 3070有ABCD四个通道 咱们挨个来测一遍看看 看一下能不能找点其他事情测一下 这边呢 我是测到第三组通道的时候出现了爆错 AB都可以通过唯独C通道出现了乱码爆错 莫非有息 先前可能是被程序给误导了吧 但也不进了 刚刚出现了一次爆错 再来测试的话 直接不运行测试了 于是乎我决定再来观察一遍供电 之前出问题的时候测了一遍供电齐全 但是等现在 我跑显存超频测试去测的时候 它的显存供电居然消失了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这个供电依旧是不正常的 核心供电还在 显存供电掉了 我取下上来器我才恍然大悟啊 又是我们很熟悉的86941莫视馆 并且这个是个二手机啊 核心四周的胶都没有了 难怪一上来就叫我换显卡 这应该是在其他地方加上过说不行 哎那我今天运气不错 我已经测到了问题 修电脑我觉得最重要的一步还是查问题 能查到问题比解决问题重要多了 那既然发现没有显存供电 又是很熟悉的通病MOS管 直接把两个管子干下来 换两个上去 再来测量一下 它可能冷机的状态下是有显存供电的 但是负载起来之后 供电它就跟不上了 试播器测一下 每一项波形也都是正常的 也没有异常发热的情况 换掉两颗显存供电MOS管之后 我们再来装机看看 还要跑测试吗 跑一个吧 接下来不挨个测通道了 直接来一个整体的测试 没有爆错 可以跑完 那既然来都来了 顺便把它的另外一些MOS管 也都给全部重焊一遍 869412 使用面积之大 范围之广啊 这两年不知道 获获了多少的显卡与CPU了 装上硬盘 看一下能不能进入系统 诶 可以进入桌面 哦 现在是混合模式 看一下还会不会卡死了 显卡呢 是正常挂上驱动了 先前呢 是到这个界面 马上就卡死了 目前暂时还没有死机 跑个甜甜圈看一看 频率咋这低啊 哦 我没接电池 顺便提醒大家 机械革命的电脑 如果不插电池的话 它的显卡性能是跑不起来的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设定 清华同胞的主板才这样 OK 现在就可以跑起来了 3070 120瓦 跑了有一段时间了 来看一下供电的情况 这8691的正常工作温度就很高 第一次测这个温度的时候 我以为哪里不正常 但是对比了其他的电脑 这个温度就是正常的 它跑起来就是要七八十度的 离谱吧 这么个小玩意儿 长时间处于七八十度的状态 这谁能顶得住啊 这能用多久 纯看运气了 经常有人问 电脑修完之后还能用多久 说实话 这个问题我真答不上来 我们只能用过往的案例与经验 给出一个大致的回答 没有预知未来的能力 知道吧 运气好的话 可能用几年都没问题 运气不好的话 可能几分钟就崩了 现在显卡的烤机没啥大事 咱们再继续切回独显直连看看 默认的话就是独显直连的模式 其实我建议像这种游戏本 还是换双写模式好一点 必要的时候 也让显卡歇一些 图线模式 现在也可以正常进入系统了 之前是到不了桌面的 接下来就是一段持久的烤机测试啦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